凯尔特人在上赛季缺少欧文和海沃德的情况下,依然打进了东部决赛,如果不是詹姆斯的超神发挥,凯尔特人上赛季就将品尝到决赛的味道。 这一路联盟其他球队对着绝尽瑞球队光目相看,凯尔特人现在拥有其他球队羡慕的球员深度和筹码,完全有能力在引进一名全明星。 近日,森林郎队正式把巴特勒摆上了火箭,凯尔特人一度包架巴特勒,希望把这名封信全明星带到凯尔特人。 毕竟巴特勒与欧文关系十分要好,气球赛奇更是表达了联手前蒙尼克斯的可能性,不得不令凯尔特人担忧。 就在交易池池未有进展之时,凯尔特人传出了重磅消息,凯尔特人希望用欧文与司马特交易得到吉胡队的戴维斯,这样的筹码对于吉胡队而也非常具有吸引力。 虽然欧文合同只剩下一年的合同,但司马特是值得提胡队期待的,但提胡队会甘愿成全凯尔特人吗? 毕竟戴维斯身为联盟最好的大前锋,且十分年轻,前途不可估量,而且还有三年的合同,但唯一的隐患就是戴维斯对于球队的今夏休赛期操作并不认可,希望自己前往一个珍贵球队。 此前,胡人队和火箭队也曾经报价过戴维斯,虽然提胡队还未正式把戴维斯摆上货架,但中国有句话叫苍蝇布丁无缝的胆。 接连爆出万加戴维斯的球队,肯定是得到了提胡队的那部消息,一旦交易成功,对于凯尔特人家是一种实力,提升。 毕竟上赛季德罗奇尔本人,都已经证明了自己的实力,其实小编今年更看好绿军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人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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转发 打赏 线转发 打赏人给 על 穿网瓶 影态答应商 转发 打赏人的火箭队